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警方抱着好几十箱的箱子 走出新北市警察局 全部搬到车上运走 前往新店垃圾焚花厂销毁 而这些箱子里装的全部都是毒品 共计就有19箱 3到4级毒品都有 总重量达到75.26公斤 新北市警局刑警大队16号办理113年 下半年毒品的末入销毁作业 这次的数量相当的庞大 金额将近上亿元 警方不敢大意押送毒品的过程 鹤枪实弹还派出霹雳小组全程介护 其中这次销毁的毒品之中 有俗称喵喵的三级毒品为最大宗 共有705包 其次就是为凯他命等常见的毒品 高达上亿元的毒品全属销毁 呼吁民众切勿以身施法